海洋无穷无尽 人体的极限无限可能 欢迎大家来到跨时代战书 我是你们的王爷队长 今天我们的选手们已经就位了 有我们90后的骑射冠军 还有我们80后的百变女王 当然还有我们10后的 滚舞双全的小家民 欢迎他们来到我们 跨时代战书的现场 今天还有一位 非常漂亮的冠军见证官 就是在全网拥有一千万粉丝的 美女健身博主 有请 哈喽 野哥 若曦好 若曦好 欢迎若曦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这应该不只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跨时代战书了吧 对 应该见证了非常多的 是 冠军的诞生 冠军的诞生 对 那大家的意志品质 还有我们这些超级的思维能力 应该也能够震撼到你 这就是一场这个体力和脑力的一个比拼 是的 平时你健身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意志力 意志力 就是你一直要去坚持下去 还有我觉得运动健身本来就是一个 反人性的时机 是的 是的 那你尝试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运动吗 就除了器械之外 其实我平时会练瑜伽比较多 然后也会练一些器械 那你骑过马吗 其实野哥 我是蒙古族 但是我完全没有骑过马 所以很遗憾 很想去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组90后的挑战者 他的骑术非常地了得 并且他能一边骑马 一边射箭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组90后的选手登场 天赋与努力 诸就了现在的我 我是骑射高手张浩南 跨时代战书 我来了 好帅气 看着二位的气势 我就觉得感觉要拿冠军而来 就是民族的风格 来 向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张浩南 今年26岁 大家好 我叫张力 今年52岁 是浩南的爸爸 那其实我们的跨时代战书当中 真的不乏高手 个个都特别厉害 今天你们有信心能够拿到冠军吗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我之前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然后我觉得我对答题方面 应该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当时学的什么专业 国际贸易专业 所以头脑好 体力呢 因为我经常从事这个骑射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我的平衡力 还有爆发力应该比一般人都要强一些 那你觉得学习对于你射箭 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这对你的意志力 这些你的坚持都有一定的帮助 那Rosa应该也是经常健身的 对不对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运动 可能会更加地去提高你的专注力 然后包括它的反应速度 其实我觉得很建议 就是现在的小学生 包括一些孩子 都可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骑术这件事其实是离我们挺远的 是不是你现在从事的这个骑射 跟老爸有很多的关系 对 我17年回国的时候呢 因为我爸参加了青海的一个国际布设大赛 他需要我来去给他当翻译 当时很多外国友人看到我们的弓箭 这些传统弓 然后非常的喜欢 然后还有和我爸合影啊 签名 这让我感觉传统弓的魅力 原来是这么的大 老爸辈儿帅 是吧 所以就想向老爸看骑 也学这个传统的弓箭 对 就是刚开始学骑射的时候 会非常的开心 从一个纯小白开始学骑马的 然后经常会骑到天黑 有一次没有听我爸的劝说 骑到了树林里面 然后我整个人就撞到 那个碗口粗线树叉上面 然后把那个树叉也撞断了 然后当时人就躺在地上 就很久没有起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 他也非常疼痛 我就说儿子咱就别练了 咱们以后就练个步色就可以了 他说我还是要坚持 他说我喜欢骑射 我想把这个骑射 更好的来发扬光大 我听说您当年的时候 他摔完了您也摔了一下 那是19年 我参加了一次国际骑射打赛 在第一天的排位赛 我排到了第二名 那么在第二天的决赛赛场上 我当时已经拿了两分 在打第四个把的时候 马上给刮了一下 那所以结果就是 什么也没有 没得到 所以父子联心 对 是的 那你们父子之间 因为都干着很多样的一件事 一定会有一些切磋 有一些意见相索的时刻 我觉得差点相反 我觉得骑射 其实让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更加的紧密了 因为我小时候呢 我爸其实经常去马场训练啊 还有做这个传统工 一直没有时间陪我 但是我后来和他一起 就是训练 还有练习这个传统工 还有这个骑射之后呢 我发现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他 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相比之前也更好了 爸爸觉得浩南现在骑得怎么样 现在骑得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有什么成绩没有 浩南呢一开始回国以后啊 就开始练铺舍 练铺舍几个月 我们出国到新加坡参加比赛 是17年的10月1号 国庆节那一天 为国争光 我们拿到了一个团体冠军 国庆节这一天 站在那里讲 我们拿的是五星红旗 对 拿着红旗感觉 而且我们穿的这种民族的服装 对 这是明代汉族的服饰 那在国外的比赛 也穿这样的服饰 对 那应该在赛场上面非常亮眼吧 很多人过来跟我们合影 尤其是在国外的这些场合上面 看到我们中国民族的服饰 并且又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我觉得这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 对不对 对 那我看二位其实背着这个弓 已经背了挺久了 不如我们张公射箭练脸 怎么样 好 没问题 那今天我们带来了什么挑战 我和我爸配合一下射下飞把 射下飞把 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两位父子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看来父亲是当作扔把的这一个 浩南是射箭的这一个 我们期待父子的配合 三 二 一 开始 哇 一个 哇 两个 拔劲的速度好快 三个 百发百中吗 哇 四个 哇 完成了 哇 太帅了 百发百中 哇 刚刚简直太精彩了 百发百中啊 但是 刚刚你说到的是骑射 骑射 骑射 没有马怎么能要骑射呢 所以这次我们的节目组 专门为二位的到来 准备了一次骑射的挑战 不知道二位 敢不敢接受挑战 敢 没问题 敢是不是 是 好的 那接下来 我说一下挑战规则 我们会在剑靶上面 相应放上直径为 三十厘米 二十五厘米 和二十厘米的气球 那浩南需要在马背上面 准确地射爆这三个气球 即算是挑战成功 愿意接受挑战吗 愿意 好了 我们接下来去到第二户外现场 下来 咱们快点 再来 我们下来 快点 现在 太厉害了 让我们见识的骑射的功力 太厉害了 恭喜浩南挑战成功 那如果今天你们能够 按照你的聪明才智 还有你的骑术 赢得我们的朱梦基金的话 你准备用这份朱梦基金 来做点什么 如果我获得朱梦基金的话 我希望像我爸一直做的那样 向中国大学生射箭设议协会 捐赠一批弓箭 让更多人感受传统工的魅力 那接下来请浩南 说出你的挑战宣言 接近全力 一骑绝尘 跨时代战书 我来了 第一位跨时代战书的选手 带着武器来的 你们怕不怕 再次感谢浩南和他的爸爸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台 我们稍后准备一下比赛 一会儿看看你的骑术 能不能应用到我们的赛道当中 谢谢